好 那我们回回回刚才 关于央行所做的那两个行为 第一就是在货币干扰那一刻 我倒过来觉得不算太过利淡 我觉得其实我就说必须干预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人很留意货币 他不知道原来现在人民币 已经升到对港市是0.8的水平 这样的水平已经在多年里面是最高的水平 而且距离我们人民币至每个以来的对港市的历史高位 大概是100对0.79 现在是一步之严 那其实我们坦白说 货币其实基本上它衡量相对强弱 都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一倍收发强国出强币 或者是比较差一点的经济 就出一个比较差一点的货币 那我相信其实中国现在很明显不是非常之强盛 就是说到很真心话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个常识 就是中国不是内需作为GDP主导的 它是以出口作为其中一个比较合成的GDP合成的要造 那如果是人都知道有个常识 如果人民币是这么高的话 那出口是会受干扰会受压的 那为什么其实有一个是所谓的关税的情况之下 都没撤销 那为什么你的人民币去到这么高的呢 那其实很明显央行是不会接受人民币的价格去到太高的 就是大家股民就不要私心的角度 就是说人民币不断升好 不断升好 升的话相对我们那些香港那些股股的 Uniper shares会提升的 你不要经常想你股民的想法 你要想想整体经济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 其实 这个股票去帮助股票是绝对对的 我亦都觉得人民币如果再继续股票去上升的话 不但股市不会升 而且股市可能会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